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零件是電源供應器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你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電源供應器絕對可稱得上是電腦的心臟 如果心臟不夠力沒辦法將足夠的血液輸送到所有器官 那麼器官就會出問題 同樣道理電源供應器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 買到不對的電源供應器電腦輕則無法運作 重則整台損毀實在不得不當心 在電源供應器中他所表示的瓦數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可應付的功耗範圍 新手在購買時往往會陷入一個糾結 到底該買多少瓦數才夠 在金錢無上限的前提下瓦數當然是越高越好 道理很簡單 購買高瓦數電源並不見得會比較耗電 高瓦數電源可以涵蓋的功耗範圍肯定是比低瓦數來得更高 不過越高的瓦數代表著電源供應器裡面的零件越多 因此價格就會越高 然而在選購時也並非精算所有零組件的用電量之後 選一個剛好的電源就可以 我們還需要考慮認證的問題 海韻在電源供應器這行中可以算是有相當程度的地位 除了自身品牌之外它也幫許多知名廠商代工品質有口皆卑 而它的Core GC500W電源供應器 擁有80PLUS的金牌認證 配有智慧型溫控電路 讓電路在運作時可以在冷卻零件和電源運轉之間 找到最安靜的平衡 非模組化的設計減少了電源的複雜度 加上內部採用日系電容 因而大幅提高了耐用壽命 細看規格的12幅輸出 確實有給足到將近500W SATA電源線的數量也非常足夠 不必擔心將來電腦升級或是擴充受到電源的局限 另外海韻也給出了7年的操場保護 大概可以陪著你換兩台電腦沒問題的 我們常見的電源認證有白牌銅牌銀牌金牌白金牌太金牌 代表是該電源在20% 50% 80%負載程度之下 該電源需擁有其指定%以上的轉換效率 而通常在50%左右的負載情況之下 轉換的效率是最高的 舉例來說 我的電腦零件總耗電量為500W 如果我是白牌電源的話 實際耗電量大約就是500除以0.8 也就是625W 然而要是我的電源是金牌的話 實際耗電量就大約是在500除以0.9 也就是555W左右 越高瓦數不同轉換效率所產生的差異就越大 再來長期讓電源處在滿載狀態絕對不是好事 建議還是要買稍微大一些的電源才是上冊 前面也提到過50%負載時通常轉換效率最佳 因此精算零件耗電量事後乘2 也是常見的選購方法 如同主機板飲機殼一樣 電源供應器的尺寸也相當多種 在這邊舉三種最常見的尺寸 ATX SFX SFX 其他還有很多種但都不常見就不一一介紹了 購買時需要特別注意 畢竟買錯了可是裝不上去的呢 今天我們會介紹兩種規格 ATX和SFX Fractal Design是一間來自瑞典的硬體廠商 產品包含機殼、水冷、風扇、電源等 早期在台灣台美正式上市時 就已經有許多發燒友 特地從國外網站買他們的產品回來用 Ion SFX650G 650W電源供應器是較為特殊的SFXL規格 體積比一般的電源在小上一節 適用於ITX規格的機種 模組化的設計加上獨家Ultra Flex DC Wires線材 超柔軟超好扭的設計 在ITX這種小小的機殼中 可以更加容易的理線 外觀雖然很小 但用料絕不馬虎 還附上一個SFX to ATX轉接板 就算日後換成大機殼 也不必擔心電源不能安裝的窘境 Fractal Design也給出了超長十年保固 讓Ion SFX650G 說是SFX電源中的首選也不為過 X550G 音樂 常常聽到全模、半模、無模嗎? 全模代表電源供應器所接出的線全部都是可拆卸式的 因為用多少插多少方便於理線 發燒友們也可以自己去客製化彩色或者RGB線 為整機內裝加分不少 缺點則是品質較差的模組化電源 未插線的插座可能容易壞 半模則是除了每台主機必要的CPU以及主機板供電不可拆卸之外 其他都採用模組化設計 基本上跟全模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就是客製化程度沒那麼高而已 而無模組設計就是全部線皆為不可拆卸設計 在設計上構造較為簡單 通常都會反映在價格上 全漢可以說是電源界的大咖 除了電腦電源之外 也製造了許多各式電子設備的電源 眾多產品線以及強大的產能 也讓許多知名廠商找上它代工 Hydro G Pro 750W 電源供應器主打外觀 以及內部電路具特殊三坊塗層 防潮、防塵、防鏽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除此之外 金牌認證也確保著 該電源擁有著良好的轉換效率 頂尖的用料 才剛給出業界高規的超長十年保固 另外 Hydro G Pro電源全系列 直接搭載FDB液態成軸風扇 有效減少震動以及噪音 並具備特殊風扇開關 30%負載以下可完全關閉風扇 效能以及靜音不需妥協 Hydro G Pro電源 常常會聽到哪間廠商用料好 哪間廠商又是代工之類的 其實目前看來各家廠商的 只要是有認證過的電源 通常品質還是有一定水準的 不放心的話 上網稍微查一下 也可以看到各家評論喔 當你看到電工標示者18H主線 偶爾也會在高瓦數的電源上看到16H 這邊指的是線的粗細 數字越低代表越粗 越粗則可承載的電流更大 意味著你在高用電時的安全性更高 雙8指的是擁有兩個8PIN接頭 通常會用上兩個的都是屬於較高階的主機板 或是顯示卡 而另一個電源供應器要注意的點就是12V 通常12V輸出就是要供應電腦大部分零件的一個地方 其他的像3.3V和5V 皆是由12V分出來的 因此假設你買了一個你以為是500W的電源供應器 卻發現12V輸出地域500W非常多 那就要當心了 這很可能是所謂的瓦數虛標 華碩這幾年為了推動電競不遺餘力 主打了ROG產品 專為電競發燒油而設計 酷炫的外型加上豪華用料 讓自家產品成為工頂的好選擇 ROG SOR850P絕對可稱得上是電源中的高階款 80PLUS白晶級認證 並且為全球第一款搭載OLED面板的電源供應器 即時顯示功耗讓你輕鬆掌握電腦狀況 ASUS ROG SOR850P同時具備 13.5mm專利型葉片風扇 以及整合式ROG散熱片 在強勁的效能之下卻做到鴨雀無聲 AuraSync RGB燈光的ROG之眼 絕對在你整套設備中有如畫龍點睛的作用 無論你是頂尖電競玩家還是專業電腦用戶 ROG SOR系列的電源都會是一個值得參考的選擇 DX MadX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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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花多點錢買寶布也是蠻划算的選擇 切記電供錢不能省 它可是直接或間接攸關著你其他零件的安全呀